粉丝近1300万的淡宾微博被禁言 此前曾大幅降低仓位 亏损产品免收管理费 继一次控仓登上热搜后 私募大傲淡宾又传出新消息 4月6日 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淡宾的微博显示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截至目前淡宾微博粉丝数量接近1300万 而他的最后一条微博则停留在4月5日晚间 值得一提的是 淡宾疑似控仓的消息 曾让市场为之一振 今年以来 由于市场超预期下跌 国内私募机构面临的压力明显加大 不少私募机构产品净值出现较大幅度回撤 甚至触及警戒线 私募大傲淡宾旗下的产品也不例外 今年年初 淡宾旗下不少展示业绩的产品净值低于1 甚至部分产品净值低于0.8 触及警戒线 淡宾曾宣布亏损产品全部免收管理费 淡宾表示 东方港湾成立18年了 在过往的岁月里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 白酒危机 2015年股市大幅下跌等等 总体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从2021年春节后 至今东方港湾的A股与港股投资没有做好 这让我非常揪心 而在2月11日 淡宾在微博发声称 目前我们产品都有做好相应风控 净值相对维稳 我和交易部始终保持谨慎应对 目前震荡行情下 市场恐慌情绪较多 产品业绩面临较大压力 淡宾随后决定大幅降低仓位 淡宾之所以被关注仓位大幅下降 主要因为在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 东方港湾旗下产品净值 在3月份以来波动明显较小 对于疑似控仓的说法 淡宾回应称 比较客观 淡宾表示 经过2008年远九危机之后 在我们卖出原则里面 加了一条遇到系统性风险 也会考虑卖出赞比 今年以来乌克兰危机 及之后的衍生风险 是我们的聚焦点 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思考 淡宾还表示 其实每次重大决定都不容易 都要付出相当的心智 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与结局 作为投资界的老兵 淡宾最成功的两笔投资 即是腾讯和茅台 日前 由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担任投资顾问的银河金会 东方港湾一 二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披露了最新季度持仓数据 整体来看 在这两支资管计划的持股中 贵州茅台均是重仓持有标的 明德时代 腾讯控股等被大幅减持 而五粮液则货帆被增持 据银河金会东方港湾一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披露的持仓数据显示 该产品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 分别为贵州茅台 五粮液 片仔黄 比亚迪 国电南瑞 一维李能 明德时代 戈尔股份 正台电器 汇川技术等 其中 片仔黄 比亚迪 一维李能 戈尔股份等均一新面孔 出现在该资管计划的前十大重仓股名单中 贵州茅台为其第一了重仓股 明德时代被减持48.72持仓股份 腾讯控股因被减持 直接退出了前十大重仓股名单 而五粮液或增持幅度 达843.33% 银河金会东方港湾二号 结合资产管理计划披露的数据也显示 毛海等白酒股是其重仓持有标的 截至2021年末 该资管计划前十大重仓股分别为贵州茅台 五粮液 片仔黄 比亚迪 明德时代 仲泰电器 华人电力 腾讯控股 比亚迪股份 美团等 其中 腾讯控股被轻仓式减持 减持幅度达90.63% 明德时代也被减持了 66.67%持仓股份 而五粮液则获该资管计划大幅加仓 加仓幅度达587.3% 在资管计划四季度报告中 但边提到 2022年的政策环境会变得更加友好 这包括逐步宽松的流动性 促进消费内循环的产业政策出台 诸多领域的供给侧 改革力度放缓甚至纠偏 调整完方向的市场主体积极性和活力 都会得到恢复和提升 工业创新和双碳发展的政策 会持续加码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等等 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 A股和港股的投资环境 会比2021年更加有利 但边表示 投资是一场长跑 沽动是无法避免的 重点是经历风雨后 能否交出一份让投资人满意的答卷 我们一直坚信 并践行企业的内在价值 而这个价值的毛是长期的 股市必然有期 本期的波动 但拉长来看 我们最终大概率能交出 让投资者满意的答卷